一些朋友或者家長都很擔心女故順 但其實新一代的女故順 尤其是噴入式那些 其實大部份都在黏膜發生功效 本來影響到吸收的傷體 鼻敏感和哮喘在香港都很常見 特別在轉天氣的時候都會特別嚴重 大人都很難忍受 更加不好說是小朋友 今天很開心請到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專科 莊俊賢醫生跟我們說一下 莊醫生你好 Phoebe 你好 首先想問莊醫生 其實鼻敏感和哮喘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他們兩個有什麼分別 其實鼻敏感和哮喘都是一些過敏性的呼吸導疾病 先說一說鼻敏感 鼻敏感通常常有的症狀 可能會經常鼻癢 眼睛癢 流鼻水 打嗤痴 另外一些鼻敏感的症狀 就包括一些阻塞性的症狀 譬如經常都會鼻塞 或者影響他的味覺 或者都會影響他日常生活 或者睡眠的質素 另外 敲喘就是一些叫下呼吸道的過敏病 譬如有時病發的時候 可以持續咳嗽 喘鳴 或者甚至氣促 有些人晚上經常都咳嗽 或者做運動的時候 有時都會發一些叫做敲喘的症狀 例如咳嗽 氣促 這些可能就是有機會 患上鼻敏感和哮喘 那他們主要怎樣分 或者其實他們的發病年齡 通常是多少歲 其實這兩個病是息息相關的 很多時候有鼻敏感的患者 將來增加患上哮喘的機會 機會又會增加 一般鼻敏感病發的年齡 可能都是2、3歲之後 是有機會出現這些症狀 哮喘的話 通常就去到 譬如一些小學的階段 譬如5、6歲 那其實鼻敏感 或者哮喘和一些哮喘 像花粉、貓毛、狗毛 其實有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或者其實 是不是這些的哮喘 會導致免疫系統的一些反應 有一些鼻敏感和哮喘 可能未必跟哮喘相關 譬如一些過敏體質的朋友 其實大部分有機會 跟一些叫做環境哮喘相關 另外除了一些哮喘之外 有時空氣污染 或者你有感染的時候 都會令到這些過敏症的症狀 比較容易發作 在香港一些常見的致敏原 譬如最主要影響到鼻敏感 或者器官降敏、哮喘 就是一些室內的致敏原來的 包括了塵滿、動物的毛髮、白窄的排泄物 或者毛菌 其實對於鼻敏感和哮喘 以前傳統的治療方法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說那些方法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一般來說第一件事就要做好的診斷 找到有沒有致敏原 如果找到有致敏原的話 其實就希望盡量避免那些致敏原 另外下一步我們就會教病人 如果真的有病發的時候 要使用一些合適的藥物 譬如說一說鼻敏感 鼻敏感一般來說 我們都建議可以用一些鹽水 去清潔鼻膏 洗走一些致敏原 或者鼻腔的鼻液等等 另外就是如果有發作的時候 視乎它是甚麼症狀 如果它有鼻水、打嗦、眼痕、痕癢的症狀 其實可以用一些叫做口腹的抗阻植案 我們盡量建議用新一代的 不晚睡、長效的口腹抗阻植案 這樣就會少一點影響它日常的生活 但是如果它是鼻敏感 一些阻塞性的症狀 譬如鼻好塞的 一般來說 只是靠吃抗阻植案 效果就未必是最理想 但是通常來說 都要用一些叫做噴入式的類固醇 去噴入鼻那裡 減少鼻黏膜的腫障和發炎 就會有效舒緩到阻塞性的症狀 有時候很多時候 一些朋友或者家長都很擔心是類固醇 但是其實新一代的類固醇 尤其是噴入式那些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黏膜那裡發生的功效 本來說影響到吸收的身體的份量 其實就很少 我們就盡量 就不會建議用一些口腹的類固醇 去處理皮敏感 另外說了敲喘 一般來說敲喘 就是一些下呼吸道 叫做器官收拆的情況 有兩個情況 不只是小的支器官收拆 其實都會有一個發炎的情況 通常我們會同一時間 只是用一些叫吸入式的器官舒張藥 以及用一些叫吸入式的類固醇 去控制病情 當然如果嚴重的敲喘的發作 可能需要用其他藥物 或者甚至口腹的類固醇 大部分的患者 避免了致敏源 以及有合適的治療 其實病情都會受到控制 其實近年應該多了很多所謂生物製劑 在治療鼻敏感 以及在敲喘上 其實這種治療是有什麼新的突破呢 或者它的效果又是怎樣的 新的生物製劑 其實大部分都是中和這些叫做過敏的發炎因子 比如說鼻敏感 暫時用的生物製劑 主要是一些叫做比較頑固的鼻息肉的情況 比如有時候有鼻息肉 做完手術 很快又再犯法 手術不可以不停地做很多次 就可以考慮用一些叫做新的生物製劑 那些是一些叫做針劑 可能要打針 隔了一段時間就會見到效果 另外就是講到酵喘 其實酵喘有很多不同的發炎因子 有一定的 就是叫做新的生物製劑 已經在市場或者是應用當中的了 那譬如有些打針 可能兩個星期日至四個星期一次 有些有可能是兩個月一次 那就針對不同的叫做過敏發炎因子 就希望可以有效控制到酵喘的情況 那如果類固醇和生物製劑 在治療鼻敏感 和酵喘上面各有什麼優點和缺點呢 第一 生物製劑都要打針 那有部份的人可能怕打針 那還有我們都是在合適的患者才使用的 一般病情輕微的患者 其實是不需要用到這些這樣的方法 在一些叫做比較頑固或者嚴重的情況 我們才會考慮用這些方法 另外就是因為始終新的生物製劑 價錢比起一般傳統治療的費用都會貴的 但其實安全性其實都很高 那如果對於鼻敏感或者酵喘的小朋友 其實會不會建議用生物製劑呢 還是都是推薦用一些比較傳統的方法呢 我們都會根據正如剛才所說的 都會根據患者的嚴重程度 那除了藥物和一些針劑的治療 其實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小朋友減少 有鼻敏感或者酵喘的症狀呢 其實最重要是要早些診斷了這個病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你是有鼻敏感 那之後有酵喘的機會又會多一點的 所以譬如鼻敏感 如果知道已經有的時候 盡量找到看有沒有致敏原 有的話就盡量避免 那你將來有酵喘的機會都會少一點 另外就是一般人常的叫做生活 譬如正常的運動 正常的休息 這些都是需要的 那不要因為有酵喘就不去做運動 那當然如果有酵喘的患者 如果他是做運動的時候 有發作的症狀的 那我們會有些建議給他 譬如可能先做了一些叫做熱身運動 或者可能他每一次做劇烈運動的時候 都會有症狀的 就可能先用一些叫做吸入式的器官舒張劑 然後才做運動就會好一點 另外就有一些叫做長效的 叫做吸入式的器官舒張藥 其實都可以減少做運動 或者晚上發作的症狀 有被敏感或者哮喘的小朋友 最重要是盡早看醫生 找到對的治療方法 今天謝謝莊醫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